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夜时候一般属于比较安静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外界环境一旦出一点动静 人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在上面 白天猫也叫 但是白天环境相比叫来说复杂得多 大部分人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注意到 其次就是猫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夜性性 很多情况下猫都是白天睡觉晚上行动 所以说晚上经历更旺盛一些 也是正常表现 除此之外 猫还是一种刺激多可能发情的生物 只要半径2000米以内有其他猫咪发情 就有可能刺激到没有发情的猫出现发情 而发情的猫咪更能叫 所以这几点结合起来看 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正常现象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